這邊,這是我們的八顆粒的機車頭 那這個可以說是一種綠能的一個測量 因為它就是屬於純電力式的 平常的時候,大家可以看到雷射筆子的這個方向 它就是可以吃電,然後就開始充電 那充完的時候呢,它就被導線它去行駛 它最重要的重點就是說,例如說我們測量有一些妖度 例如說有故障,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機車頭去把它拖回來 可是它當然是所有的綠能,這種東西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機車體積非常的龐大 那它前後這個部分其實放著都是所謂的電力 那各位知道說,其實這樣子充滿一層的電量要花多少時間嗎? 其實大概,因為我們用的經驗來講大概可能就需要八個小時左右 那出去跑可以跑多久? 兩個小時 欸,對,這個同學非常的厲害 對啊,如果說像今天天氣那麼熱,冷氣再開強一點的話 可能就動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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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 所以這個車子其實說,其實它是有一個概念性 那基本上它的使用性我個人覺得比較低一點 可是事實上它還是有一點作用的 對 那接下來看到我們的右手邊這邊 是一個概念的 谢谢大家